路口车辆等红灯 人不妨后方一台休旅车 高速冲出来几乎没有刹车 后方驾驶目击整个过程 吓傻了 肇事车辆180度翻步 引起冒出火花 这台车还要倒下了 我已经叫我修备 早就没有我去除了 一只人怕一只 我怕两只 再看一次惊悚画面 前方两台车被往前推撞位移 瞬间零件喷散 我听了 刚才后面又被撞 我听了 五车连环状发生在上午 接近八点 云林大皮乡严平路三段 崩田工业区入口处 手当其冲的银色轿车 被撞后原地打转 车尾变形零件外漏 消防人员使用破坏器材 救出45歲零星駕駛 他當場失訊呼吸心跳 送醫後宣告不治 現場有四位商者 其中有一位歐卡 長坡已經沒有脈搏了 只是這車怎麼開的 第一時間穿黃色衣服的 照式駕駛成功脫困 他滿臉是血 如骨骨折 還能自己走到路邊 卻到現在還不能清楚說明 為何車子會失控衝撞 台中殺戮也有機車驚險追撞 倒霉的騎士留言 停個紅燈被撞 感謝後方大哥讓我換新車 疑似謊神沒注意 車前狀況恐怕面臨高額賠償 記者亮兵很知心 李雲杰 雲林台中綜合報導 由來 Fucking 座窖 當時 雲林